敞开心扉 直面感情问题 我当然谈过恋爱 当然谈过恋爱 是个女同学 当然是个女同学 呆梦无敌 自然万千宠爱 这是我四妈 好吧 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 没问题 我的纪录片《花儿少年》 火星弟弟 华晨宇 不可思议的背包之旅 15天原生态抑郁体验 满城语图有个幕后故事 真我风采 他们同路新生 我的纪录片伴随纪录 《花儿少年》 《七星讲述》 有个字吗 没有 有你花花药时候怎么喝 像 只为一笔爱 衰适丧伤痕 只为一句歌 比如画像这个 化妆间是一人上台前的加油站 也是区别圈内新人和老手的鉴定所 那么在快乐男生舞台上挥洒自如的华晨宇 今天为何会有点小紧张呢 这个赵一般没人进来的 台里人我来的 对啊 我主持人我是其实 我 怎么说呢 我不太擅长嘛 因为我不是很会讲话 然后 比如说我只会去接问题 而不是会去抛问题出去的人 原来今天咱们的花花要第一次做主持人 而且还要代替欧蒂 主持湖南卫视的王牌节目《天天向上》 舞台跟主持不一样的 因为我 就像我之前比赛的时候就是 我说我站在台上 我唱歌我一点都不紧张 但你让我讲话 我站在台上我就会很紧张 在《天天向上》的舞台上 华晨宇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惊喜 现在还是个未知数 但他展现出来的一切 依旧是和去年夏天一样 呆呆的 憨憨的 不挑剔 不抱怨 一切随意就好 喜欢吃什么呀 这个 这个 这是什么 这是牛肉 喜欢吃湖南菜吗 不是啊 我喜欢吃臭肉 吃了吗已经 我昨天晚上一下飞机就去吃了 因为太饱了 我来的时候都已经12点了 然后我就直接去吃吃肉 有没有 平常有没有想减肥呀 经常吃宵夜吗 宵夜 是呀 饿了就吃了 虽然不行 没有想减肥 怎么吃都不包胖是吧 嗯 胖还是会等一点 在点还好 我以前超喜欢吃台里的盒饭 好吃 贪睡 无所谓 这是许多粉丝对华晨宇的第一印象 这种个性鲜明的表象之下 是他对音乐的独特理解 对于华晨宇来说 人家叫他什么并不重要 对他的音乐认同和喜爱 才是最重要的 弟弟啊 或者觉得什么怪咖 神经病啊 或者是任何东西 都可以 因为他这样的话 他只是为了要记住我 对 证明他对我挺有兴趣 我是刘涛 他是李飞儿 你们好 你好 你是小弟啊 我是花花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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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歇会 歇会 在湖南卫视正在热播的 《花儿语少年》中 华晨宇用最真实的自己 再次全方位地展现了一个表里如一的 我心弟弟形象 我是做这个节目 也是第一次接触到华晨宇 其实就是从第一次去他家 然后拍他收拾行李 从那一次然后感觉说 这是一个快难总决赛冠军的一个家 是非常简单的一个出租的一个房子 然后里面就是简单的家具 然后一些方便面 然后一些这种饮料 然后就是一个很很简单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男孩的家里面 然后但是但是又很很干净 这第一眼的印象 其实也就是他整个人传递给你的感觉 就他其实是一个挺简单的人 来了 咱от 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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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嗎 我想吃一個酷一點的 酷一點的 看看這個 要哪一個 這個 對 對 一塊 那 我把弟弟交給你 交給你了 對 弟弟交 弟弟交 花花 花花咧 花花呢 花花又丟了 花花也不見了 你在哪裡 我在這個 中間 你在哪 我在那個 這裡面 這裡面 好的 那你在那進不動 我們過去找你 這花花怎麼老不見了 我真的要拿根繩子 那我買一條繩子 然後把你拳到 我的褐褐帶上去 那個繩子 然後再跟上一個眼 把一個繩子 掉到那邊 掉到那邊 其實我倒還挺理解 花花的 因為她第一次出去旅行 她整個世界就是充滿好奇的 那個時候我們 後來我也跟他們說了 我說其實我覺得 花花說的是對的 如果說有些地方我想感受 但是因為你們走了 所以我就得走 那對她來說 她不就也趁走馬關花了嗎 當然我們在做這個人物設定的時候 肯定是從很多因素上面去考慮的 不是說可能 可能因為現在你看前面四集播出之後 可能很多的笑點的一些部分 可能會集中在她的吃 然後集中在她的發呆 然後集中在她呆萌的 這樣的一些狀態 這些部分是因為剪輯上的一些東西 會把它去放大 其實她在整個的旅行當中 其實她還是有做了很多的事情 只是說那些東西我們沒有辦法說 在完整的90分鐘的成片裡面去展現 在節目中被設定為開心果 把自己的小缺點剪輯放大 這對很多藝人來說都有些難以接受 但對於華晨宇來說一切都不是問題 我一開始是導演組讓我去當一個會計 然後去管賬 後來就當兩天就沒當了 然後我覺得我在裡面 不需要去充當一個什麼角色 因為我就隨意就行了 因為只是去旅遊嘛 然後想幹嘛就幹嘛 就像跟朋友一起出去一樣 就是不用去想什麼別的東西 或者我必須要去做什麼 在異國他鄉 街頭的所有事物都讓她驟足 欣賞沿途的風光 感受異國文化的熏陶 驚嘆建築 音樂 藝術的美 羅馬的建築真的感覺好酷 我真的發現這個城市 它把以前那些遺址都保留得非常好 因此它也屢次駐足掉隊 甚至為一段特別的旋律而流下眼淚 我流淚不是觸動 是太激動了 對 就是當你遇到了一個 你很感興趣的東西 或者是你覺得這個東西特別的好 然後超乎了你的想像的話 你會很激動 我流眼淚不是難過 不是傷感 而是太興奮了 興奮到眼淚都低著 就太激動了那種 回了國就不能這樣 對啊 一路的旅行 華晨宇的真心情得到完全的釋放 她毫不避諱 對姐姐們的欣賞和喜愛 特別是對三姐舉情 竟然被她大膽地說出 靈魂伴侶的說法 一定是得要把自己放空 就是這樣其實就對吧 對 一定要放空 對 就是我們兩個人之間沒有代口 沒有不能講的 什麼都不用講 就是大概就都能夠理解對方 而且在你做一件事 或你一個眼神 就知道你下一秒要幹嘛 這是我媽 這是你 這也是我媽 二媽 二媽 這個是我 小媽 我小媽 這是奶奶 這是奶奶 不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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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我拿這個護腰帶牽在那裡 這是我四媽 好吧 我一定會好好照顧你的 沒問題 收穫肯定有 就是主要是我會去關心一下別人 然後去幫別人 就盡我力所能及的事情去做 然後去關心別人 我覺得特別棒 所以在我眼裡面 花花 挺有魅力的 就 她身體裡面住了很多個人我覺得 她有很多面 對 挺神秘的 不可思議的背包之旅 十五天原生態抑鬱體驗 滿場旅途有個幕後故事 將我風采 她們圖露心聲 我的紀錄片伴隨紀錄 花兒少年 親心講述 火星弟弟之所以讓人覺得有些神秘 是基於她特有的孤獨感 在華晨宇很小的時候 她的父母就分開了 而父親的工作又很忙 很多時候只能留下她一個人體會孤獨 小時候我是跟我爸爸在一起生活 我爸爸因為工作的原因會經常不在家裡面 我就會自己一個人在家 那個時候大概五六歲的樣子吧 我一個人在家白天其實還好 主要是晚上 特別的怕 我會擔心有什麼怪獸啊 這些妖怪啊 過來抓我 就會把我的玩具啊 超人啊 領域俠啊 蜘蛛俠啊 這些東西全部都放在床上面 如果特別怕我還會抱一把槍睡覺 因為我覺得那樣會有安全感一些 正如是不一樣的天空 自由是不一樣的陽光 天空海灌 要做最坚强的泡沫 孤独 生活在自己世界里面 那算吧 因为我觉得我 我是一个很乐观的人 而且是一个很 很怎么说 叫自信吧 对 比较自信的 就是因为我时刻都会认可我自己 我做的任何事情我都会认可他 我认可我自己之后 我就不在乎任何人对我的看法 09年到10年左右吧 然后当时是在高三到二百 好像这个教室就是从这边的 就这个第三 这个教室 就是这个刮工条这边那个 火星人的世界 地球人永远都不明白 从小就开始接触音乐的华春雨 初中毕业时提出了一个奇怪的想法 为了学习更多的音乐知识 他要到武汉上高中 更奇怪的是辗转了几个学校之后 他最终竟然选择了一所美术高中学音乐 美术学校 他有学音乐的 我其实也还好吧 他那个学校里面也有教音乐的 而且我只是去学 我是去干嘛的 我不记得 因为当我们学校那两年呢 有这个音乐生的这方面教学的要求 他呢经常就喜欢戴个耳机啊 然后有时候喜欢自己呢 在那个本子上呢 铺点这种曲子之类的 2009年 华春雨参加了高考 一心想上武汉音乐学院的他 专业课满分 文化课却以一分之差 与这所心仪的高等学府失之交臂 虽然他的分数 仍然可以到其他不错的音乐类院校就读 而华春雨却坚定地告诉父亲 自己宁愿再忍受一年的孤独 一定要考上武汉音乐学院 没压力 没压力 没压力让我复读就复读吧 这都行那种 对 没有一点压力 就因为复读 那复读为什么要压力 2010年 复读一年的华春雨 以文化课高出20多分 专业课优秀的优异成绩 深力进入武汉音乐学院 学习流行音乐 他平时唱流行得很厉害 以前在学校里就蛮有名气的 还蛮出名 上一次他不是回来毕业考试 然后还给我们讲座吗 前一阵子 因为我们学校校庆拿 他说我们演艺学校校庆 然后就过来回来了一次 当时他本来是说只唱两首歌吧 后来唱了三首 然后他还有自弹自唱的一首 华春雨为何会异己成名 他像个孩子拿到了心爱的玩具 为何又会初恋失败 谁要问我这些问题 他的未来选择又是什么 我的记录片 下节更精彩 我的记录片 现在继续 虽然即将告别学生时代 但华春雨觉得自己和过去 并没有什么两样 在外人眼里 他依旧是去年夏天那个 穿着松松垮垮T恤的木讷少年 依旧坚持着自己对音乐的不同理解 依旧保持着永远的本色 然后我就远远的看到他在那里躲啊躲啊躲啊躲 然后我就想 这小孩人生地不熟 第一次来长沙 第一次参加大比赛 可能还是需要有人关心一下吧 然后我就走过去跟他打招呼 就说 就说 嘿 你是华春雨吧 然后他就 我好开心 也认识他的就好开心 有请08042号选手华春雨 华春雨在海选舞台上演绎的一首无歌词的原创歌曲感染了全国观众 不但让他被冠名为火星弟弟 也换来了尚文杰的欣欣向心 成就了这个舞台上的一番另类风景 然后我是对着评委去表演 然后就 第一次的话会有点不太习惯 但其实也还好 唱歌的时候就还好 讲话就会有点紧张 而不是有点是很紧张 从这首无字歌开始 唱歌一流的火星弟弟 每场比赛都能毫无悬念地进一 被四大评委赞不绝口 更让威神范彬彬 郭静 杨幂激动不已 我非常非常的喜欢 我非常非常的喜欢 刚才评委们都全部站起来 我忘记站起来了 我觉得我要补偿你 我要站得再高一点 有人喜欢他吗 我非常非常的喜欢他 你的奇怪是我最喜欢的 我觉得这是我心中的冠军 他其实是很需要释放和表达 但是他又很拘谨 他不会主动去找你讲话什么的 然后就跟他说好好唱 然后当时也听说他很爱吃东西 就跟他说你好好唱 唱好了带好吃的给你吃 然后他就很开心 2013年这个炙热的夏天 快乐男生残酷的淘汰赛 一场接一场进行着 华晨宇有顺利过关 也有惊险晋级 巨大的压力面前 他靠着一颗平常心笑到了最后 1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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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ソ citrus 6号 9分 滑晨宇 她像个孩子拿到了心爱的玩具 我们所有人在健将这一刻 属于她的蠻光 请大家记住她的名字 滑晨宇 我就是去玩的 因为我觉得就是 无所谓要不然我也不会 选择去唱一个 挑战大众 那叫什么 高难度的这样的 情绪的东西 因为那是我写的 对比较小众的东西 就是我会去唱我写的东西 然后 就是 所以 所以 所以就是说我是无所谓 自己会不会进 就完好就行了 繁华过后 一切归于平静 尽管能参加更多的演出 得到更多的认可 但对于华晨宇来说 自己的内心并不会因为一个冠军 而改变 我来参加快男 就已经意味着我的生活是有改变的 对啊 然后我从一个没有人知道我的 一个学生 突然变到了 就是大家都知道 你的一个 还是一个学生 对然后就是 就这些东西其实 只是说生活上有变化 但是 我的心态是从头没有 心里面就是没有任何变化 对 因为 我在比赛之前 我还是这样一个人 我比赛之后 也还是这样 2014年马年春晚 华晨宇终于站上了梦寐以求的舞台 一起在那遥远的地方 唱出了一个音乐少年 不变的梦想 现在的华晨宇 依旧沉浸在自己的音乐世界里 只要一进入状态 他就懒得做事 懒得思考 懒得与人打交道 你现在在北京的话 你是一个人住吗 当然 那谁来照顾你啊生活 不用照顾 自己照顾自己啊 对啊 你平常吃饭怎么办呢 吃饭啊 叫外卖啊 感情问题向来是很多艺人最大的隐私 但在华晨宇的字典里 似乎没有秘密这样的字眼 当然谈过恋爱啊 当然谈过恋爱啊 是她的女同学 女 当然是女同学啊 你的女朋友在一起的话 会做些什么呢 做些什么 嗯 做些什么呀 你会带她去恋影 偶尔出来 吃个饭啊 然后 然后 签个小手 签个小手 签 当然 你们吵个架没有 吵架 嗯 好像 好像也没有 那后来为什么分手了 就分手一定要吵架吗 我将来心中女朋友 你将来要是心目的朋友 再找女朋友的话 你觉得会找一个什么样类型的 又简单又低调啊 然后 看着睡就行了 花儿与少年 让更多人更立体地认识了火星弟弟华晨宇 他是那样的真诚 毫无避讳地把自己的全部都呈现给了观众 也许有人说他呆 有人说他萌 甚至有人认为他有点傻傻的 但对于华晨宇来说 这些都不是他最在乎的 因为他明白 一个歌者最重要的 不是唱歌的方法 而是对音乐的态度 一段旅程 最重要的不是沿途的风景 而是如何在这个过程中 丰富自己的回忆 人生就是一段长长的旅行 二十四岁的华晨宇 他才刚上路呢 才让我们忽然动到了故乡 多一点点的梦想 再多一点希望 回忆什么都在远方 若怀傲骨何惧困惑 我就认为其实对别人好是应该的 你关爱对方 你自己是幸福的 国民前妻柳涛 真正的好的女强人 完美的女强人 其实她都是家庭或事业 同病兼顾得很好的 走过风雨 重新出发